9月24日一早,随着蓝白相间的船体缓缓驶入香港尖沙罪码头 刚结束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任务的中国大洋综合科考船 深海一号携蛟龙号在人潜水期正式开始放港行程 这是蛟龙号首次放港,也是国家深海大洋领域科考船时隔18年再访香港 蛟龙号和深海一号基本的技术全是由我们国家研发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再次证明国家在方方面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包括深海探索,包括科技研究 过去我们是基础业代国,是贸易代国 但是现在我们科技在各个领域也是取得令人骄傲的成果 据了解,此次科考由来自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在内的9个国家和地区的 18位科学家,60位船队员共同参与 其中完成了对西太平洋海山区生态环境的调查 这也是首个由中国支持的国际深海科研考察航次 参与此次航次的外国科学家对骄龙号的科技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当天欢迎仪式前,多位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及中心华 我们看到海洋天水平很高的赞誉 海洋天水平很高,水平很高的赞誉 海洋天水平很高的赞誉 海洋天水平就いただ网上 海洋天水平已经发生了几个赞誉 海洋天水平衡在法室地之间,得网上的区别的иг烈 海洋天水平均看尚タラング 议员及中小学生代表等前往迎接 并登上深海一号参观了科考船和蛟龙号 学生代表参观完后纷纷表示 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长为一名科学家 看到了很多珊瑚啊 然后动物植物啊 海百合这些样本 海星 因为我长大后也是想当一名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们解释的原理 样本这些知识对我的理想是肯定有帮助的 我之后想做一个生物样本的研究的一个人员 之后呢我之前觉得这个理想对我来说很遥远 也对我来说很艰难 但是我看到祖国这个条件这么好了 然后呢那些科学家也都这么踊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就感觉我离这个梦想更近了一步 平时只可以在相片或者摇摹 或者在百科传书见到 高龙号今天终于可以亲眼见到 这个高龙号载人潜水艇 以及深海一号 觉得一只船呢 可以包含很多实验室 很厉害 将来我也都想做一个科学家 为中国的国之重器 无论是太空航天航空 无论在军事什么领域都好 也都为祖国尽一分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